警車開到 護衛坦克車隊撤離 俄羅斯秀出不止一段撤軍畫面 但是美國北約通通打臉 否認俄國撤軍 而俄羅斯及白俄的軍演 更是陸空同步進行 美軍甚至還派出了無人機偵查 看看俄羅斯是否真的撤軍 結果在白俄及烏克蘭邊界的 最新衛星照片卻顯示 在白俄羅斯距離烏克蘭北方邊界 只有六公里的一條河流上 居然出現了一座新蓋好的浮橋 烏克蘭的情資顯示 至少還有14萬8千俄軍包圍烏克蘭 但是他們堅稱這個規模人數 還不足以全面拿下烏克蘭 天偏就在此時 俄羅斯媒體還報導 烏克蘭東部親俄的盧蓋斯克武裝部隊 遭到烏克蘭政府軍用迫擊炮 榴彈發射器等等攻擊 不過烏克蘭隨後就嚴正否認這類指控 而這難道真的就被美國說中了嗎 因為就在消息傳出了幾個小時前 美國國務院才警告 俄羅斯在捏造出兵借口 學者也提醒 站於密布之時更要小心所謂俄羅斯媒體的報導 成天軍演恫嚇之下 各國都怕真的開戰 但是在最前線的烏克蘭民眾 卻是相當淡定 在外預測會是第一個戰場的邊界城市哈爾科夫 原先被傳出是開戰日的日子 上演大遊行 而幾天前在哈爾科夫以北 更靠近俄羅斯的地方 大批坦克車軍車上街頭的畫面 在社群網站瘋傳 但是CNN記者親自開車直擊 一部坦克都看不到 而在南部城市馬里乌坡爾 則是烏克蘭的年度軍演 隔空和俄羅斯嗆瞎 烏克蘭步兵手上拿的就是英國提供的 接射型 Ello反坦克飛彈 而普清的下一步究竟是什麼 前白宮國安顧問分析 普清要把烏東清俄區納入羽翼之下 但是也有另一種看法 我其實覺得 只要把奧巴斯剪斷 可能是不太可能 因為這並不解決 烏克蘭和烏克蘭人 想要自己在西方 烏克蘭卡在俄羅斯和北約強權之中 這場角力賽難以收場 TVBS新聞綜合播動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郭文字幕製作為��